有点早安 您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8月31号 星期六 那么台风刚走呢 现在天气又要改变咯 我们来时间来问一下 建梁 建梁早 建梁早安 大家早安 好 我们知道这个陆冲第一道封面就要报到 温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 燕迪啊 受到封面影响 这个温度呢 会稍稍下降 但幅度没有很大 感觉上就是稍微凉凉的 不到冷哦 这个天气呢 会有点像秋天的感觉 外出门呢 大概再加件薄外套呢 就相当足够了 接着我们来看到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还是在整个低压带里面 所以天气呢 都不太稳定 加上陆冲以来的第一波封面呢 今天就逐渐呢 会接近台湾了 我们看到影响台湾就是这道封面 今天逐渐南下 影响比较大的地区会是这个北部 东北部 温度呢 会稍稍下降一些 中午高温大概来到28到30度左右 那清晨呢 温度比较低 大概来到22到23度 所以提醒你这个外出啊 再加件薄外套了 那另外受到封面影响 整个西半部 东北部呢 雨势呢 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气象局也发布了这个大雨跟豪雨特报 那台湾在整个低压带里面 西南风持续地吹 所以中南部地区雨势呢 会比北部来得大 气象局也特别呼吁大家 会有豪雨的出现 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累计雨量图的部分 今天一早呢 中南部就开始下雨了 那累计雨量也不少 我们看到中南部地区呢 雨势是比其他地区来得更明显 那下雨最多的地方是屏东县的春日香 来到144毫米 来一香来到102毫米 坎顶香跟南州香呢 也都来到80毫米以上 这个一早呢 雨势就已经累积了不少 但受到封面影响 整个西半部 北部地区呢 今天也会容易会有 这个短暖性的震雨或雷雨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那受到封面影响 温度稍稍下降一些 我们来看到这个温度曲线图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封面逐渐接近 温度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北部地区大概还是来到30度 礼拜日 礼拜一两天 封面接近台湾了 温度稍稍下滑 高温大概只剩下28度了 那到礼拜二封面逐渐离开之后 温度才会逐渐再回升上来的 那南部地区则是影响不大 大概温度都来到31度左右 但是如果雨势呢 比较大一些 温度上感觉就会比较凉一点了 以上是迅向资讯 我们来看到各地区的温度预测 七龙台北新北市地区25到30度 降与几率70到80 台湾新竹苗栗地区24到30度 降与几率70到80 台中昭化南投地区23到28度 降与几率70到80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23到28度 降与几率80 高雄屏东澎湖地区24到30度 降与几率80到90 再来看到宜兰花莲台东地区25到31度 降与几率60到90 外岛地区连江金门24到30度 降与几率40到60 这是周休假期 我们来看到旅游天气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农民历的部分 今天是农历的7月25号 属猪的朋友31岁还有91岁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了 那今天很适合像结婚祭祀都相当的合适 但今天整个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天气都不太好 可能出游就尽量避免了 以下是今天的气象资讯